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自教你们到了时候,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。 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,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 现今我往差我来的腹那里去,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,你往哪里去。 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,你们就满心忧愁。 然而,我将真情告诉你们,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,我若不去,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,我若去就拆他来。 他既来了,就要叫世人为罪,为义,为审判,自己责备自己。 为罪,是因他们不信我,为义,是因我往腹那里去,你们就不再见我。 为审判,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,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,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,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,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,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 他要荣耀我,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,所以我说,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 等不多时,你们就不得见我,再等不多时,你们还要见我。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,他对我们说,等不多时,你们就不得见我,再等不多时,你们还要见我。 又说,因我往父那里去,这是什么意思呢? 门徒彼此说,他说,等不多时,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 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,就说,我说,等不多时,你们就不得见我,再等不多时,你们还要见我。 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?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。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,世人倒要喜乐。 你们将要忧愁,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,因为他的时候到了。 既生了孩子,就不再纪念那苦楚,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,但我要再见你们,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 到那日,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,你们若向父求什么,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,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,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 这些事,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,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,那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 到那日,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,我并不对你们说,我要为你们求父。 父自己爱你们,因为你们已经爱我,有幸我是从父出来的。 我从父出来,到了世界,我又离开世界,往父那里去。 门徒说,如今你是明说,并不用比喻了。 现在我们晓得,你凡事都知道,也不用人问你。 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 耶稣说,现在你们信吗? 看啊,时候将到,且是已经到了,你们要分散,各归自己的地方去,留下我独自一人。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,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,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,但你们可以放心,我已经胜了世界。 我未来。 在世上神参与了世界。 你听我说你啊! 我 Wenn你不是想要。 你。 你以后, IF我突然想要。 我少许我。 我没想要。 你。 我。 我。 ,你。 你。 你。 感谢观看